大家好,我是美術寶寶,我是蜂磚老師 那今天我們要來解決一個對我來講比較困擾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盆栽呢 放在學校如果禮拜六禮拜天沒人澆水的話可能會死掉 那有的時候我們就偷懶,怎樣,把它弄水 但問題是最近登革非常的嚴重,所以怎麼辦 你如果弄水的話有可能直升絕卷,到時候會被抓被拔 所以我們就要做一個懶人盆栽 懶人盆栽利用毛細現象,它就可以自動的幫它補水 那使用到的材料,第一個我們要有一個杯子 然後呢,這杯子的話可以剛好把這個盆栽放上去 它剛好卡住,然後下面有空隙 好,再來呢,這裡就是輸水槽 那為什麼它不會自身蚊子呢 因為上面是完全封閉住的 所以蚊子進不去,蚊子進不去 那水要怎麼樣上來呢,我們就利用棉線 然後毛細現象把它拉上來 那怎麼做呢 這個盆栽的底部有一個洞 那我們就拿棉線,然後用回紋針頂著 頂著之後呢,從這個洞把它砸進去裡面 好,再拔出來之後呢 這個時候呢,棉線就會在裡面 那我也可以再把它稍微擠進去一下 那我們不只擠一條,我們擠個兩三條 接下來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只要下面有碰到的水 它就會順著棉線吸上去 那我就不怕它濕了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把我們的水 弄起來 再來 這個 放上去 這時候呢,你看一下這裡完全密封 然後這裡有一定的出水量 然後它就會慢慢吸上去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放很久了 試試看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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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